个人因果自己动 个人命运自己控 个人烦恼自己找 调整心态心情好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学佛早班车 让我们先看看博客网友 有什么最新的精彩分享吧 首先 这位网友分享到 身上的湿疹突然又复发 晚上连觉也睡不好 连忙把大杯水 护抹在湿疹的位置 祈求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保佑 湿疹能早日康复 并在康复后 在博客上现身说法 数天后 湿疹完全康复了 心灵法门不可思议 感恩菩萨保佑 感恩分享 还有一位胡师兄分享到 3月24日 碰到外公和外婆 外公往生多年 我问外公 小房子在你们那边是什么 外公说 小房子是银子 我说 你说的是不是金条的意思 外公说 是的 我说 你们是不是都很喜欢 我们的小房子 外公说 是的 我问外公 那台长师父是谁 外公说 是菩萨 万般带不走 只有孽随身 哇 好灵啊 下面这位师兄分享到 尊敬的师兄们大家好 昨夜梦里 梦见我在现身说法 说的是自己得癌症好了 现实中 乳腺总是疼痛 前段时间 梦里菩萨妈妈 慈悲点话 乳腺部位出血 永结 我许愿小房子108章 放生1200条鱼 礼佛大忏悔文108遍 忏悔乳腺部位的业障 同时 赚三个月 法部师的功德 给乳腺部位 这几天 梦里又分别 有两个药精者出现 我许出相应的 小房子数量 乳腺部位 现在没有疼痛感觉 恢复正常了 哇 太殊胜了 这位同学也分享到 今天早上起来 发现腰痛 难受 心里想着 对不起 我先上香 在全力读白化佛法 连续两篇 等我读完 发现腰什么时候直立起来 不痛的都不知道 感恩菩萨慈悲 我的命 是菩萨和师父救的 多少次了 你若真修 一切自然会安排好 感恩所有 如在分享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慈悲原谅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有一个医生啊 很喜欢开玩笑 在产院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人在医院等老婆生孩子 人家在外面急得不得了 那么这个医生呢 他知道每一个老公在门口等孩子出来 都是很着急的 这个喜欢开玩笑的医生呢 他就跑出来 看见门口一个人急得不得了 很紧张 他就跑出来跟他说 哎 老兄啊 有一个坏消息 一个好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吧 那人说 坏消息 坏消息 是了 生了 是个男孩 不过这个男孩子不是你的 这个人顿时傻了 强忍的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好好 好啊 等老婆出来 我好好地揍她 然后他低落地问那个医生 那好消息呢 那医生说 好消息啊 这个生孩子的女人不是你老婆 所以我们人 有时候痛苦啊 烦恼啊 实际上就是一种感觉了 当你感觉痛苦的时候 你就会很痛苦 当你感觉很幸福的时候 实际上有时候没什么幸福 但是只要你感觉幸福了 你就很幸福 所以 知足常乐 那就是一种感觉的幸福 所以 一生平安的人 一定是 知足常乐 得自在啊 感恩师父 若你感觉幸福 你就很幸福 感恩菩萨 知足常乐 得自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咱们